一对诚信夫妇控诉参加由帽子大王戴胜通创办的新罗牙旅行社 日本东北五日赏银团团费每人13万到15万元不等 标榜吃好住好但是来到现场景点没有看到樱花 住便宜房型吃饭店餐厅腹泻还摔伤脑震荡等情况 让旅客直呼受骗 不过对此董事长戴胜通也亲上火线 驳斥旅客的说法 住记就是五星级的饭店 他如果没有这样住记我们会去参加他的团吗 被这个戴董事长骗了 开心出国没想到是陈先生与陈太太噩梦的开始 他们控诉三月底参加 骂子大王戴胜通创办的西洛牙旅行社 日本北路五天赏银团 不但没看到樱花还被安排走没有俯首的阶梯 摔到脑震荡 二层楼高的地方滚下来 这边也种一大包 我右眼完全看不到东西 手脚都是严重挫伤 陈先生控诉 事发后旅行社不闻不问 每人花费十三万到十五万元团费 住的并非五星级 吃的是饭店自助餐 其他旅客还疑似吃完生鱼片后 嘔吐腹泻被诊断为急性胃炎 发现它是三星饭店 他们的餐食不是很新鲜 所以说实在我们也不敢吃 今天我不敢说一百分 吃也不敢一百分 最后的两天我们得要补什么 这些我都没讲 也补和牛 面对旅客抱怨 旅行社董事长戴胜通 亲上火线反驳 它有赏云景点 每个景点都没有开发 我们331嘛 已经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没有错哦 不是不能乱讲话 不能说两三颗 戴胜通更提到 事后赠送每位团圆 二十四项矿泉水 加上国内旅游行程 但旅客们依旧不买单 对他的矿泉水根本就不敢喝 哪有可能再去参加他的一顿油 他是呼隆我们 我觉得这个社会 对我们做生意 我觉得我坦荡荡 我觉得坦不成 走法力嘛 但盛通更说自己遇到烂客人 双方隔空交火各说各话 平保协会也将介入调查 记者向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